秦穆公想占郑国的便宜,但偷鸡不成18米,便宜没占着,他派出军亲兵马,反而被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晋国,利用地理优势全部揭秘。 这之后,秦穆公转而向西边开头僵途,但秦国和晋国接下的仇怨早晚要报,那么秦国是如何复仇的呢? 北京师范大学黎山教授,为您精彩讲述,春秋无霸之,秦国学耻。 北京师范大学 秦穆公想向中原发展秦国的势力,他本来以为在郑国有秦国的内应,秦国又派理智部队前去偷袭,理应外合,秦国拿下郑国,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。 但是让秦穆公没有想到的是,郑国的便宜没占上,远征的秦军反而被不怀好意的晋国军队,利用地理之变全部解灭。 三千秦军,最后只逃回了孟明氏等三位将军。 这对秦穆公来说,对秦国来说,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作。 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同仇敌忾,向晋国复仇的呢? 北京师范大学黎山教授,为您精彩讲述,春秋五霸指,秦国学耻。 史书上讲,秦穆公这个人是通拳答辩,识识误的。 这场战争败了以后,他就大体放弃了直接向东方进攻的这种思路,转而向西发展,就是霸西荣。 他一辈子作为一个霸主,他最辉煌的事业实际上就是霸西荣。 那么,可是在霸西荣之前,有一件事情必须得做,哪件事情必须得做? 那就是必须要向晋国复仇,这没办法,要凝聚民心,非这样做不行。 为什么?因为小之战,成百上千的尸骨,战士们的尸骨扔在了那个地方, 总得有一个下场,一个收束,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他必须要对靖国展开攻击。 小之战惨败,回来的三位将军,就是孟明氏,西启树等三个将军,走的时候,一支浩浩荡荡的部队去投机,路上有一个人哭,谁哭?简叔。 三个将军,孤孤灵灵灵,回来了,马路上还有一个人哭,这个人当然不是简叔了,是谁?是秦木工。 当时他头脑发热,历令智昏,好端端把一支大军送过去,送入湖口,这个责任他得负,他不哭谁哭。 但是哭完了以后,木工开始悔过,这个胜利的时候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性格,失败了以后,作为领导者,作为决策者,怎么面对失败? 在这个时候,才是秦风之浸草,遂寒之松柏之后雕。 整个秦木工把责任全部担在了自己身上。 比如说孟明氏,他是主帅,他这次战争打的就剩他们哥儿撒光杆司令回来了,一个正司令,俩副司令回来了,光杆的。 当然,按照常理,总要追究他的责任。 而且在秦木工身边也有人就提出来,说这个事情,他孟明氏,怎么也得负责。 一般领导者,那可不,这话说得多中听,他总的要负责。 一般的有权者,在古代,成功了,大家都往前凑合。 失败了以后,我们脖子一缩,就恨不得躲得远远的。 这是一般的心态。 另外,不往后缩,你得找出百般的理由,给自己闻是错误。 所以我们成语有,闻过是非。 但是秦木工不这样做。 秦木工说,对这个孟明氏,我不能以一省演大德。 这是一句很出名的话,省就是错误。 我不能因为他犯了这一次错误,就掩盖了他所有的德行。 这是一句很著名的话。 另外,秦木工也说,说这个事情决策在我,我犯了什么毛病。 他演了一句古诗,叫大风有碎,贪人败类。 大风从来都是从空旷的这个山谷里边走,这个山谷形容人的欲望,因为贪,所以败坏了事情。 这个,秦木工说,这就说的是我。 所以他对孟明氏不加追究,所谓不以一省演大德,继续任用,责任揽到自己头上,所以就开始悔过。 悔过之心不能光对周围的身边的几个人讲,还要对全国讲。 所以他为此发布了什么,一个使命,就是一道不告,讲自己在这次战争之后的反思,以及对自己的错误的承认。 上了以后,这个布告就说,说什么? 说古人有言曰,民起自若,事多盘,责任似无难,唯受责彼如流,事为奸哉。 什么意思呢? 说人啊,凡人,一般人都自以为是,所以罪恶很多。 说凡是人一自以为是了,就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。 说责备别人正确。 要求别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很容易。 但是接受别人的批评,所谓从见如流,这个才是真正的艰难。 实际上这句话是反思了自己啊,简书百里稀不都提意见吗? 不都是反对当时的那场战争吗? 可是自己,贪心,没有从见如流。 说这个是难的。 所以这个事命里面就指出了人的弱点,我们人性有弱点。 最明显的就是自以为是,说别人容易。 说自己,让自己接受别人的指责,从见如流。 像流水那样顺乎自然的流,发乎自然,难。 接着他又,这个事命里面就谈到了自己啊,不听那些花白头发的人,不听那些白头发的人的话,是多么的错误。 然后中间还有一段话,就讲什么? 他说,假如有这样一种臣,什么臣? 断断已无他计,其心修修焉,其如有容。 人知有计,若己有知。 人知厌胜,其心好知。 不斥如自出其口,是能容知。 以保我子孙黎民,一直有利哉。 什么意思呢? 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,他没有什么好多的本事,他没有其他的技能。 但是这个人,其心修修有容,还一样的心胸,能容纳别人。 说别人的好,别人有一技之长,他喜欢的就像自己有一样。 别人的聪明,别人的才干,他欢心的就像自己有一样。 别人说出的好话,他喜欢的就像自己说出来的一样。